轩暖灯光下 尽情伸展肢体 最美好的线条 在音乐的衬托下 展现出自信与光芒 这是历届国际福人社 3482地区 台北永安福人社 举办的身心障碍舞蹈比赛 藉由举办活动 让听葬 视障 脊髓损伤 及脚儿麻痹等 障别的身心障碍朋友 能有一个 展见自我的靓丽舞台 我觉得我们应该 打造一个平台 让他们来展现自我 所以我们永安社 才会连续几年 都希望打造这种平台 让他们有展现自我的空间 而且其实我们的轮椅舞蹈 将会在2028年 会纳入残障奥运的 主要的项目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 我们有机会让全世界 看到我们台湾人 透过舞蹈 身心障碍朋友 跨越障碍 舞出自信 展现光彩亮丽的自我 其实一路走来 相当不容易 坐在轮椅上的一曲一动 对他们来说 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有了老师的鼓励 和他们的努力 终究能够舞出一片天 过往的每一天 他们都希望是精彩 是丰富的 所以尤其是有来 下来跳这些 轮椅国标的这些舞者们 他们这些小儿麻痹的舞者 其实在生活上 他们都会让自己多采多姿 然后如果有机会 能够挑战国际 他们就会想办法达到 比起社会上常见 但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协助 往往是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台北永安福轮社 选择提供舞台 让他们有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 藉由一次次的比赛及演出 成就自我 3月11号 我们星期六晚上 4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在大致点滑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 我们全国福轮 声仗舞蹈才艺大战 记者陈米伦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见